朋友好 我们继续说毛泽东大传 我们继续说反AB团这桩历史公案 那么我们上一期呢 截表的是留下了几个问题 就是到底有没有AB团 反AB团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一度扩大化了 那么谁应该为肃反反AB团扩大化 负历史责任 所有这些问题要是敞开聊的话 我估计可能聊到十天半个月 也不一定能聊得完 我们这样我们呢集中一下 我们引用网友老娜 在十二年前发表在飞扬军事论坛上 一篇文章从由AB团看对毛主席的污蔑 我们引他这篇文章的主体内容 来回答一下 关于反AB团的上述这些问题 当然了 我们呢没有百花齐放 因为百花齐放了这么多年了 我们用一个网友的一篇文字 来回答上述这些问题 难免呢有部分的偏颇 但是呢历史研究吗 哪有面面俱到的历史研究呢 所以呢 我觉得老娜的这篇 由AB团看对毛主席的污蔑 把基本问题回答了 并且呢 并且呢 把几十年的 毛主席生前 毛主席事后 这个非毛 反毛这条线 给串起来了 我觉得 颇有一些个史学价值 和大家做如下的分享 老娜的这篇文章 从黄培会议开始 有的叫黄碑会议 那么他是这样展开论述 他说红一方明军素反 打AB团 这个黄碑会议 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的30年的11月底 曾经开过一个裸访会议 红一方明军 为了第一次反美角的军事部署 30年11月份 就是第一次反美角 为了这个军事部署 那么根据临时中央 打AB团的指示 和军内一些将领的要求 总前委会议 决定快速整军 那么呢 与快速整军相伴随的 就是素反 就是打AB团 这个背景交代的 我觉得 就把历史说清楚 说全面了 什么呢 打AB团也好 素反也罢 他不是什么 和平岁月 不是啊 不是歌舞升平的时候 这个红一方面军 总前委的这些人 包括毛主席 他们脑袋一热 说打AB团 素素反玩玩 不是的 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历史背景 什么背景 就是国民党十万大军 压境 整个的当时的江西苏区 处于极其严峻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打破国民党军对于苏区的围剿 那是当时比天还大的是 蒋介石都知道 攘外必先安内 对于当时的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 包括毛主席在内 他们一定 有着特别急迫的 一个非常急迫 急切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呢 就是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围剿 我们要首先纯洁自己的队伍 不然你一群乌合之众 不然一群一波又一波的 藏暗藏在自己队友内部的敌人 在面对如此严峻的 大兵压兵的形势之下 他在你的内部和后方破坏捣乱 跟十万围剿大军里营外合 那你还有什么胜利和明天了 所以这是 这说到最后 这也是应该说当时红一方面军 素反也好 打AB团也好 一度有扩大化倾向的 这样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 大的背景 老大接着写 这个当时呢 这个总前委会议对素反的部署是 团以上成立素反委员会 那么团以上成立素反委员会 这素反委员会有什么权利 有抓人的权利 但是他们有杀人的权利 杀人的权利到纵队 就是师 师以及党委 有杀人的权利 那么他们就可以拍板 不必向上面汇报和请示 那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个时候的生杀与多的大权 掌握在哪一级手里呢 掌握在纵队一级的手里 那时候红一方面军 下面有军 比如红四军 红四军下面呢 有纵队 就是十一级单位的纵队 那么呢 红一方面内部的这个素反 也有叫第一阶段的这个素反 这个反AD团就开展起来 时间有多长时间呢 大家一说运动 好像以为这个东西十年八年 三年五彩 不是的 红一方面军 军内的素反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际 当时只进行了一个多星期 也就十来天 就结束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红一方面军这个素反 杀的这个AB团 这个人数 杀了多少呢 这是到现在为止 跌跌不休 大家争论不止 不止他一个问题 那么呢 开始于三零年十一月底 然后到十二月就结束 这个打AB团 红一发明军 总共杀了多少人呢 这个数字到今天位置 是极其寒混的 而这个寒混和模糊 很大程度上是 故意的 是故意的 是一些个专家和学者们 出于反谋 甚至出于反共的需要 而故意为之的 他们就为了某种目的 就是把共产党这个红色的历史 给你写成黑色的历史 把共产党人为大多数人 毛福利 毛幸福的 这个大多数的 这个红色的 这个红色的 这个奋斗的历史 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一个黑色的历史 于是呢 这些无良的学者们 文人们 就撇开了 他们甚至可能都能拿到 或者看到 相应的原始资料 他们 弃之不用 视而不见 然后呢 就像说一咎 六零年代初 大约进的后果 就是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你呀 是不是啊 那个是 这个关于打热闭团 也弄出了一些数字 比如说 说这十多千 时间里 就杀了四千多人 有说三千多人 有的心词手软的 这个不正宗的 右派的学者们 说了两千多人 但事实上呢 只要 寻到相应的原始资料 这个数字不难 搞清楚 比如说 总前委 红一方面 总前 红一方面 总前委 在1930年的12月22号 发布了 一个文件 叫八个胜利的条件 因为有个反围角 说八个胜利的条件 怎么样都打碎敌人 我一讲 需要八个胜利的条件 那其中就有反AB团 就是纯洁内部 整肃队伍 这个八个胜利的条件里面 明确的 有这样的记载 说敌人在我们军队中 安得AB团暴动 都被我们打得金光 杀了几十个总团长 总共打了四千多AB团 大家注意 这个文字表述 杀了几十个总团长 这是杀过的 总共打了四千多AB团 打了四千多AB团 和杀了四千多 这是一个意思吗 这是一个概念吗 朋友们 这是当时的原始记载 那么一些学者 为了某种目的 不顾这些原始资料 然后在那信口策划 再采用四千多 或者四千四百 等等这些数字的基础上 然后在后面无中生有 加了很多后缀 比如说加了 大多被杀 等等这样的后缀 这个曾经给朱德 做过政治秘书 在五十年代的后期 六十年代初 给朱德做过政治秘书的 这个廖盖龙 他后来做过中央的 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 那这个廖盖龙 这应该说也是 现代史学大家了 就像他这样的人 在一九八一年的时候 大家知道八一年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四千高干 非一毛主席 反毛的 那持续了几个月的 那出反毛的丑剧 正在进行时 这个 绝坟的 这个所有的建议的党 党的入干 入干律师问题 决议 预念和生成的过程中 八一年 在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廖盖龙 他都说 在八一年的时候 他都说 他说红一发明军 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 前后两次肃反 搞了六千多人 其中一半杀掉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十个红军中 有一个被杀掉了 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 这样的文字竟然出现在 曾经的 这个朱特的政治秘书 后来做过中章党史 这个研究室 副主任的 啊 廖盖龙的笔下 你现在想一想 简直匪夷所思 按照他的说法 十个红军中 就有一个被杀掉了 三四万人呢 一方面去 总共 杀 抓了六千多 杀了一半 那就三千多 十个里面杀了一个 并且他说 差不多都是干的 大家想一想 十个人杀一个 而这个人还是十个人中的干部 这基本上就班长吧 差不多啊 按照他的说法的话 三四万人杀了 十分之一之后 这个红一方面军还有干部呢 十个人中杀一个 差不多都是干部 那就说这个第一次 也好 这样两次肃反 或者打卫团之后 最后红军队伍里 只有兵 没有官 毛主车朱德 这怎么说 侥幸 没被杀 每一个班长可能都没了 那么我们就想一想 这个第一次随后而来的 这个 第一次反一脚的胜利 是怎么来了呢 老大 他接着说 他说 毋庸慧言 一些人的信口 此黄 依然是与当年打AB团 有着相同的目的 就是到八十年代 所谓关于这段历史研究的时候 一些研究者 和当年打AB团的时候 都是有相同的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中心的关键 是干嘛 是在这反毛 是为了非毛 反毛 当年不说在非毛 当年三十年代初的时候 是反毛 说这时候 三零年前 三零年的时候 怎么反毛呢 你看看他后面说的这些东西 这些的文人的学者 研究者 你看他们就这么说 就这么幸好 当然了 也有发出公正声音的 正义声音的其他的学者 比如说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比如说韩素音 韩素音曾经在他那边 那篇早晨的洪流 这个作品里面 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在前述洪军所逮捕的四千多人中 就是所以打了四千多一笔团 四千多人中 只有已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才被处决 大约四百到五百人受审判罪 就是已知的很少的一部分 国民党特务分子被处决了 然后在这之外有四五百人受到了审查 甚至有的呢 可能给定了罪了 除了这四五百人和杀掉了几十人之外 其他的经调查和教育后都释放了 这才是包括红一方军军写的八个胜利的条件里 说那个打了四千多人一笔团 后边应该补充的内容 就什么呢 杀了几十个人处决了这个国民党特务 然后四五百人受了审查 有的甚至部分给判了罪 剩下的那三千多人 甚至可能将近四千人 经调查和教育后就都释放了 这才是真实的反卫币团的这个背景 和进行过程中的这个基本的史实 老大说 老大说有人可能会拿肖克的回忆来反驳 就是55年上将第一元 肖克 说肖克回忆里面 这个这个把打玉传打的很残酷 写的很很很很黑色 老大说 但是你仔细分析肖克的回忆 就可以看到肖克是把肃反的不同阶段混淆了 而且肖克的有些明显 肖克有着明显的推卸责任的行为 肖克这个人 我们说将帅的时候 受贤是说一说过这个人 应该说过好像 但肯定是没展开说 肖克这个人一生活了一百岁 这个说明最长的上将军 肖克这人这一生挺有意思 他总是跟毛主席是若鸡若离的 尽管毛主席从来没亏待着 包括历史上那么多他的问题 到55年受贤的时候还是上将中间的第一元 肖克这位在共产党内和军中始终是比较互利的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呢 很大程度上是跟肖克这个半生甚至大半生的投机人生 有关系 是有关系 直到晚年 盐黄春秋的厚厚的这个军方的支持不就是肖克将军吗 是不是啊 盐黄春秋是怎么非毛反毛的 这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是不是啊 而肖克之所以晚年还冲当了这么一个角色 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青年时期的肖克 井冈山斗争时候开始的肖克 跟毛主席每每重大的历史关头总是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 这个肖克 这个老大这篇文字里面也有一些个披露 也有一些个披露 我们看看 肖克回忆录里面为什么把打狱团显那么黑色 所以肖克当时一方面军红衣军团的红四军三纵队的四人员就属于师长 那么纵队司令他就有这个和纵队政委不就是有输杀一诺大权吗 不必向上紧后就可以杀人吗 抓一群团 那是打一群团 说按照历史留下的资料可以知道的三肖克的三纵队 肖克不但有着对该纵队肃反政策的撕射肉刑的权力和杀人的权力 而且肖克还有着浓厚的军阀作风 军队肃反前不久肖克就在本纵队违反政策 采取军阀的那种连做法 对开小差的杠部战士进行整肃 这个事情后来发现了之后 上级追究三纵队的这个责任的时候 三纵队的这个政委 后来的独腿将军的钟赤兵 也是上将五五年当时给这个肖克做政委 肖克躲了 结果呢由政委钟赤兵出面承担了相应的搞连做法呀 什么搞肉刑呢 这些个责任 钟赤兵给搭过去了 那么老大说在肖克领导三纵队肉刑是打一群团的主要的手法 抓了就打抓了就打供了就杀 所以一开始这个三纵肖克的三纵队就一开始就迅速的说杀了五六十人 比这个一旁明军苏凡演会的这个主主席这个李烧九 李烧九杀的还多 肖克普遍推行肉刑的依据是什么呢 在总前委毛泽东处啊 找不到丝毫的政策政策的依据 那就是责任不在上 没有毛主席那边没有什么政策给他 都是他们自己搞出来的 啊 严格的说肖克跟李烧九一样 都是违背总前委毛主席政策而私用肉刑的 而且肖克无疑有着故意的成分在内 就肖克故意用这个肉刑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不要说三大七里八强主义中啊 都有不许对待俘虏啊 就是古田会议决议有明确的规定 紧着要废止一切的肉刑 肖克的甚至他是一个古田会议的参加者 但是就这个古田会议参加者最明白古田会议精神的肖克 先使用连作法 又使用肉刑 肖克曾经写过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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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毛红军嘛 是不是啊 这个建国以后 比较早的 新火联案里的比较早的回忆几个山斗争的是肖克 那是肖克 那肖克呢 因为写可以写东西 所以很多人称肖克是军中的乳匠 觉得肖克有知识有文化 那你说就这样的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肖克 打AB团的时候他竟然什么 他竟然使用连作法 然后使用肉刑 而且呢 让人很难看出在政策既反对又没有丝毫外力的情况下 肖克为什么这么做 他理由是什么呢 很令人费解 你要不挖这个历史的话 你会觉得很令人费解 那么呢 老纳给推理一下 他推理一下肖克当时为什么这么做 他觉得显然有两个方面的事实可以推正 一是肖克那个时候就反对毛主席 红四军七大上 肖克是跟朱德他们在一块的 跟陈毅他们一起 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 一直到三六年三大主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时候 会师之前的时候 就是一四方面军 二四方面军 因为肖克后来跟王震他们一起 六军团嘛 后来他们不是这个往北走 后来他们跟这个 这个谁 跟贺龙他们会合在一起 二六军团后来也长征了 长征过程中 二六军团不是和失败了的红四方面军 这个 首先会师 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 二六军团的河边城 红二方面军 二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 张国焘南下失败 被迫北返之后 就是张国焘的那么颓势的时候 那样子了 已经被历史证明他是凑着的时候 肖克那个时候还一度支持过张国焘 不要以为锦当山一个山头下的都是毛派 哎呀非毛派多了 反毛主席的人多了 比如肖克 你比如说还有什么河长公 那河长公猪毛会师的时候都 是不是累了汉马功劳的 跟毛泽谭他们为猪毛会师 但是就这样的河长公 在一四方面军冒功会师不久 然后一方面军四方面军打乱了一部分队伍 一方面军的五军的什么的 上了这个四方面军 四方面军什么需要钱和陈长浩他们带领 这个什么这个四军什么的不都是跟着主席他们作诱军 而河长公当时就被跟朱德和刘伯成他们一起 到了四方面军 结果这个张国焘另立中江的时候 就这个曾经为猪毛会师历过汉马功劳的河长公 竟然振臂高呼拥护张主席 打倒毛泽东 河长公 当然了 包括河长公这样的人在内 包括肖克这样的人在内 毛主席这辈子 毛主席对得起他们 毛主席的伟大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 他是怎么样对待曾经反对过自己 并且后来被历史证明反对错了的这些人的身上 你河长公也好 建国以后不也吃香花辣当部长吗 你肖克什么都当过你 什么都没当过你 所以肖克反毛主席 跟毛主席站在毛主席对立面上 这是有历史可查的 有历史可查的 这个两个方面 推了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是十分信仰临时中央 老大认为那时候 肖克那个时候对于临时中央 就六岁四中全会之后诞生的临时中央 是十分之信仰 而临时中央大家都知道 那二十八个半搞的是不是 那从他诞生那天开始 跟毛主席似乎啊 那就是 针锋相对的 没有临时中央的他妈的瞎指挥 哪有后来毛主席鬼都不上门的日子 哪有毛主席在江西 在中央苏区住了满凳的那些年 啊 哈哈 而 其实那个时候 说肖克十分的信仰临时中央 哪只一个肖克啊 今天中央来的忌日 不该说 但是你包括了这个事实 也是事实 中央来 临时中央最后二十八个半 把中央苏区最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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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他们葬送了 整个都给葬送了 中国国民差点没失败在他们手里 那整个的过程中 那作为当时的这个中央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的周恩来 那么也是十分信仰临时中央 哈哈哈哈 没有周恩来他们这些人 对于临时中央这些的吧 乳秀未端的这帮这个国股这些人的支持的话 但他们怎么能横行无击到那种程度 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的时候说 提教堂宗派的同时还要批经验宗派 中共的经验宗派的头子不就主要来问 萧克那时候也是十分信仰历史重要 所以这种情况 两种情况合在一起 萧克的行为就能够得到解释 因为曾经反对过毛主席 所以后来对毛主席制定的这些个政策 自然他就不满 所以你说东我就说西 我就我我我就朝西 说你让我往左我就往右 你不让搞肉行 我就跟你搞肉行 我就搞连坐 这明显是违反违背毛主席政策 这些个做法 但是在萧克他们这就很自然的就就就就出现 就出现 那么 不光萧克啊 大家看过黄克城黄老回录里写红三军团那书 他就在红三军团说他也是师级干部那书 红三军团当时也搞肉行啊 也推行肉行 所以黄克城比萧克要坦诚 比萧克坦诚 黄成在他的远回录里面 对于当时推行肉行的这些个原因是什么的 黄克城我觉得交代的比较坦白 比较诚实 哎呦半个小时了 AB团这桩公案这么多年被抹得太黑 我们呢下定决心尽量把这段历史啊 说的清楚一些 多花几节我觉得也值 下次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